35元就花蟹了 今天又平又亂 昨天又45元 28元 26元 半粒也夠了 這個好像是10元 10元有3粒 這個好像是廣州酒家 可能真的沒什麼 10元3粒 6元3粒 6元5元3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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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13粒 首司雞是19粒半粒 41粒半 41粒半粒 胡蘇雞是多少錢 十倍 他說 他就說 他笑說 萬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就乾淨了 這裡屬於墳水的 都是上電梯的 上電梯 100元是200元 抵食 中午飯 魚手沙發 蒸魚 沙發 沙發 超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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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元 熟雞 魚 雞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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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可能要從二樓開始 但是這裡下去 可以拍一下 這裡就有了 不知道可能不開 這裡是廣州酒家 只有二樓 我懷疑應該也沒有空 我懷疑應該也沒有空 吃飯的 這裡 可能真的沒有空 這裡可以嗎 這裡可以嗎 這裡 這裡 空桌子 空桌子 全部都是空桌子 容易離開一樓 好啊 啊 下次再來 我會找位子 現在 我會找位子 好,有電梯,有電梯 他們試試,他們都不過癮 有茶黃廳,茶黃廳 一會是茶黃廳,你坐在這裡看 茶黃都沒所謂 牛肉館都是9元 牛肉館都是9元 只是減特價 茶黃廳都沒所謂 幸好也有位 空出入茶也挺美味 挺多人 終於下單了,幾錢都知道 這裡應該賣精排骨 大家又猜一下這碟是多少錢 原價28元 打完之後,大概是24元 真的是24元 是24元 24也不用 我試試這個 好像是,小時候 小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北方,把這種叫做燒賣 他們包糯米 人們都以為這種叫做燒賣 但其實燒賣好像是北方 一條蛋散,兩碗麵都飽了 不要緊 不要緊 吃不吃不吃 我吃不吃 我吃不吃 再吃完這粒 很大一粒 這人不是吃500元 先點些汁 這食物很大件 真的 那些肉是挺好吃的 也挺好吃 腿肉很薄 腿肉很薄 吃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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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一點 吃大腿 吃大腿 吃吧 你好健康 超大一份 原价是13元 大概是10元 大家看看份量 很鬆 很久沒吃過 這個蛋傘的份量 實在驚人 好像一隻龍蝦 一隻龍蝦 一隻龍蝦 十三元 十元 大四喜的 一隻龍蝦 因為有這麼多種 這樣就不會攪到 這裡真的很好吃 性價比很高 至於是否吃過最好的 當然不是 你想怎樣 是蒜鬆化的 蒜鬆化 這樣的價錢 有這樣的出品 還有 裡面沒有那種油溢味 就像上星期 我們去吃那些油炸鬼 都是沒有那種油溢味 牛肉丸 大家吃 超大 三粒 那個大四喜 全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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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嘗嘗 都餓了 其實我們是未來早餐 當然是吃早餐 一隻 最好 非常好吃 很美味 雖然 旁邊也有 方東五門 海底絲 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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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蔡菜 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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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 肉的面是有原因的 首先,它做到这么幼 如果很硬,就咬不开 第二 会更容易吸收到味汁 就是那些油的味 不油 这里,甜味干干 不会太厚 第二碗 我想,只是吃炒面 我们一口 一般的炒面 一般是很煮的 一般的炒面 很煮 好吃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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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元 够9點 半粒也夠了 這個好像是10元 10元有3粒 如果是牛球是10元3粒 如果是牛球是10元4粒 又是10元 裡面的芫荽很足 很重的芫荽味 挺好 還有蛋黏 有很多牛肉的味道 肯定是有些的 如果沒有 豬肉多數 牛肉 是很粗 一般都會偷豬肉 而且牛肉比較貴 味道很好 嗯 因為它是比較 有的也有 芫荽馬蹄 對呀 5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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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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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